我们再来看到今天是五一劳动节 而劳工团体就号召了将近一万人上街头游行 他们抗议政府不重视劳工的权益 他们坚持反对派遣员工的制度 甚至还有女学生裸体彩绘 表达对洋华光电剥削劳工的抗议 他们下午从自由广场一路走到行政院 用混着牛粪的泥土砸向自制的总统俯瞰版 宣泄心中的不满还有委屈 女大学生戴着面具赤裸着上半身 用彩绘的方式抗议洋华光电剥削劳工 我们学生就用我们青年的肉体来告诉大家说 我们希望洪达电立即停止跟洋华光电合作 不然洪达电生产出来的HTC手机 台湾金光手机是血汗工厂手机 是台湾支持手机 看洋华光电不平等的对待劳工让这群大学生很生气 甚至连国内的手机大厂跟洋华下订单都让他们很不谅解 现场有其他劳工团体将近万人聚集在自由广场 要用游行的方式来向马政府表达 劳工受压榨的心声 工人自己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工会 现在整个立法行政部门又要把工会法乱修乱搞一通 那在ECFA里面劳工全又被很边缘化 所以我们今天是把脸足的红红的是用这样来表达工人的一些怒火和愤怒 坚持反对派遣劳工制度是游行的主要诉求 劳工团体认为派遣工作条件和薪资都不太差 同样在一间公司里很容易就变成次等员工 一路游行走到行政院门口 大批的警力早就用巨马牢牢挡出路口 劳工团体大喊要行政院长吴敦毅出面 等到的却只是政务委员 这些劳务外包的现象不是这一两年才发生的 它已经有差不多有十年的历史 已经责成的劳委会做了通盘的检讨 我们必定会对这个问题审慎的建构出相关的机制 这些劳工需求根本不被政府重视 他们拿出自制的总统府看板 又混着牛粪的泥土狠狠地发泄怒气 劳劳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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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劳会宣布要修改劳机法 纳入派遣保护条文 让劳工团体不能接受 认为还是应该要全面的禁用派遣 让劳资双方的关系单纯化 但是劳委会坦言有困难 两边目前没有共识 劳工团体也说 不排除再上街抗议 就是不让劳工的权益被政府漠视 明日新闻继合报道 我们下期见